好我们谢谢汉语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有任何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来跟进报道 另外台北国小女童割喉案发生的第八天 家属昨天晚间是前往到荣总的灵堂 举办投期法会 女童的父亲首次出面受访 他说案发至今 家属从未接到一句道歉 也无法原谅凶贤公重安的推托之词 父亲悲愤的说会不惜一切 为女儿来伸张正义 家人也决定在下周一 也就是8号上午为女童举办告别式